你有没有在家里听到过孩子在屋子里嬉笑打闹的声音 前提是你们家没有孩子 你觉得很奇怪啊 就起身去查看 可是只看到客厅里有很多面粉的小脚印 到处找都找不到人 你只好再回去睡觉 可是刚躺下刚睡着 你的枕头就被人抽走了 你一惊醒马上起来看 却感觉到脚底有人在挠痒痒 在想啊到底是谁 一阵黑影散过 只留下一阵嘎嘎嘎的笑声 感觉很恐怖对不对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恭喜你了 不用害怕 那可能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保护神 做夫童子 做夫童子是什么鬼 你说对了 他是一个好鬼 在日本的民间传说里面呀 有很多孩子外形的妖怪 都是要害人或者是吃人的 但是唯独这个做夫童子是例外的 他只是调皮一点 却不会伤害谁 你要问这个做夫童子是什么鬼 但其实在日本人的传说里面 做夫童子他已经不是妖怪了 他已经进阶成为了一个家宅的保护神 做夫童子他会给一个家族带来财富 平安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但前提是他必须留在你家 如果有一天他不高兴了 或者是你们家的谁伤害了他 他可能就会离开哦 等他一离开的时候 这个家就开始倒霉了 钱会越来越少 会破产 可能会 还有这种家破人亡的风险 所以在日本 如果你家有做夫童子 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留下来 甚至会不惜去找法师 或者是巫师 去做一个结界 把做夫童子这么可爱的神 困在你们家 还有人会千方百计的 去想办法把做夫童子 引到自己家里来 在青森县就有这么一个传说 如果你想要做夫童子来你家 你就可以在你家的床底下 埋一个筋肚子 那就会吸引他来 等到他来了 你就要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哦 在日本最早出现 做夫童子传说的呢 是在岩手县 岩手县它下面还有个奥护室 这个奥护室里有一个传统 就是如果有哪一户人家的孩子 腰折了 他们的父母呢通常都会在孩子的房间 或者在家里选一个角落 会布置起来像一个类似小木屋 佛堪这样子一个地方 在里面会供上孩子生前最喜欢的玩具 零食之类的 为什么呢 就是家里人想要这个孩子成为做夫童子 能够保护这个家族 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到今天为止啊 这个二户室还有一个旅游景点 叫绿丰庄的 传说这个绿丰庄啊 当年是一个大户人家 在京都居住的时候 家族破落遇到舍了 搬到了这个二户室 他们搬过来以后一直想着这个家族 能够用什么办法重新开始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来 当时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身上了 所以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很可惜的是这个孩子没到成年就去世了 当时年龄应该还蛮小的 他的家里人呢 就在家里选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孩子原来的这个房间啊 给他设置了这么一个角落 专门供奉这个孩子生前最喜欢的东西 这些年呢 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因为这个做夫童子的传说嘛 有很多人呢 选择要住这个孩子以前住过的地方 也就是供奉做夫童子的这个房间 叫怀奸,怀树那个怀 他们很多人说自己确实在这个房间 见到了做夫童子 据说他是一个奇耳短发的男孩 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 非常调皮 他有时候呢 会在晚上抽掉客人的枕头 有时候会去掐一下对方的脸 这样从睡眠中惊醒 他也会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跑跳 很调皮 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客人 他们这些人从这个地方离开以后 都说自己在一两年里面啊 就是运气变得越来越好 当时想要达成的一些心愿就达成了 那很多人在达成这个心愿以后呢 就回来还愿嘛 他们就把很多孩子喜欢的那些玩偶啊 零食啊 就摆放在那个地方进行供奉 所以久而久之 这个房间里的玩偶就越来越多了 如果有机会去二护士旅行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绿风旅馆 在绿风旅馆住过的人看到的 这个坐肤童子的模样 其实就是很多人心目中 坐肤童子的样子 人们都说呀 童子一般是好看的孩子的样子 有些呢身高四十厘米 有些人全身都是黑色的皮肤 但是有些人的皮肤非常白皙 黑色皮肤的坐肤童子呢 通常长得像小小的野兽 还会蹦来蹦去 在地上爬行 但凡这个房间出现一点点光 他的影子呢就会照在纸拉门上 如果在家里看到他 传说就会带来幸运 能够让这个家里富足 所以日本呢就把坐肤童子 奉为这个家族的保护神 类似于台湾的地主啊 大陆的土地神赵神啊 比起犬神这一类暗黑的保护神 他可能有时候会失控 会给主人带来强大的反噬作用 那么这样看起来坐肤童子就要友好很多了 虽然他只是有点调皮而已 所以坐肤童子 他其实并不是什么邪恶的鬼魂 通常都是自护人家死去的孩子变的 或者说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那些 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灵魂变的 他所具备最大的特点就是孩子所拥有的那些调皮的特性 还有人说坐肤童子他喜欢晚上用那种冰凉的手去摸你的脸 会坐到人的肚子上 所以这也是有些人为什么晚上睡了一半感觉呼吸不过来的原因 那如果他被人发现呢 他也只是笑嘻嘻地逃走 他还喜欢什么样的恶作剧 就是他会拿出一张纸弄得沙沙响 或者特意在你面前清鼻涕 或者说从隔壁房间的缝隙里伸出那种很长的细长的手指来捉弄你 把你吓得乱跑 坐肤童子会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从天花板上扔上碗和筷子 表示他也想参与一下 柳田国南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远田物语》 他主要也是讲了不少坐肤童子的传说 其中有这么一个传说是流传最广的 还是在岩首县 一个叫原野村的地方 也是这么说为什么叫原野物语吗 传说有一个叫三口的大家族已经兴盛了几百年了 这个家族的人都知道是坐肤童子在守护他们 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小女孩 有一天呢 这个三口家族同村的村民在砍柴回来经过一条河的路上啊 看见两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站在那个河边的路口上 在往远处看 好像在商量的什么 因为这两个孩子他们在村里并没有见过是生面孔嘛 他就走上去问 你们俩在这里干什么 在商量什么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找不到路了吗 这两个女孩就是用这种小孩子的口吻 很天真很单纯的跟他讲 他说我们原来是住三口家的 现在打算搬家了 正在商量的去山那头谁家里住呢 他马上就想到 这个村子里一直传说 三口家是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坐肤童子来守护他们的 这两个神明呢 守护他们家已经几百年了 所以三口才会成为这个村子最大的家族 难道说这两个神明要搬家了吗 他听到这个话呢 就赶紧跑回村子 找到这个家族 跟这个组长说 当时这个家族呢 叫孙左门卫 左门卫是一个官员的名字了 这个家族一听这个话就觉得大事不好 难道三口家要开始破败了吗 当时在路上看到这两个坐肤童子的村民还跟他讲 他说在他跟神明讲话的时候 神明身旁的那棵大树下面 长出了很多很多的香菇 很漂亮 但是他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突然长出一大片呢 这个家族就马上召集所有的族人开会 说家里的神明可能要走了 那么我们要留住它 同时神明走了以后可能会出大事情 那么我们要记住 村口的那个香菇不能去采 因为它是在神明走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 一定有毒 但是山口家的下人却说 所有的香菇只要把它泡在水里 用麻杆去清洗 就一定能清洗干净就不会有毒 他还是不听祖长的话 就把这些香菇采回来做成晚餐 整个家族的人都吃下去了 结果呢 整个家族都因为吃了这个有毒的香菇 在一天之内全部死掉 唯独一个七岁的女孩 她当时去隔壁村子玩耍 没有来得及吃晚饭 那她回到家的时候 就发现整个家族人都死了 她还没有从这种震惊中缓过来的时候呢 他们家族其他的亲戚 就从各地赶来 当她的面 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 所以这个山口家族就在一天之间 家破人亡 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了 据说那两个小女孩移过去的家族呢 却变得人丁兴旺 越来越繁盛了 成为那个村子最大的家族 在日本呢 家里有座夫童子的 通常都会富裕兴旺 那一旦座夫童子走了呢 就会像山口家族一样率败下去 但是也有日本的一些民俗专家说 这些所谓座夫童子的传说 其实是源于古代非常残忍的那种杀影文化 我们在之前的万一百也讲过 很多女婴被扔进百树洞里面 也是源于这样子同样的传统 日本的民俗学家 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在日本的东北地区有一些非常贫苦的家庭 如果家里生出太多的孩子养不活了 他们可能就会用石墨或者是木箱子 直接把孩子压死 尸体呢就藏在厨房底下 或者是家里的木板底下 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 或者说下大雨的时候 不胜被别人看到了 家里人就会眼而耳目 说是座夫童子出现了 所以这个座夫童子的传说 也是因为这些故事慢慢地传播开来 如果说是因为贫困无法养活孩子 那我们可能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 但是到很后面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多父母会下横手杀害他们的子女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他们痛下杀手呢 比如说有私生子的问题 养子女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不伦之恋的问题 所以除了贫困之外 那些给父母造成困扰 羞辱或者是当时的环境下 无法生养的这种孩子 就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会死于父母之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